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些事 我一直在回避 我是一个人造人 将我创造出来的 正是我的母亲和老师 凯瑞亚学者 黄金莱因多特 人造人 人 人要怎么被创造出来 至高炼金术 与无上学识的融合 其终极便是人的创生 你说凯瑞亚 难道 我确实比看起来要年长一些 不过我出生时 凯瑞亚已经覆灭了 我没有关于那里的回忆 老师抚养我 并向我传授知识 我和她一样 是纯粹的炼金术士 为学术知识而活 国家与身份 不是我们的全部 旅行者 你来过这么多次雪山 感觉如何 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寒冷 阴森 又悲伤的地方 莱因多特创造的两大奇迹 一个是我 另一个就是葬身于此的邪龙杜琳 杜琳 那 那你们是兄弟 同为莱因多特之子 杜琳和我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假如这种超脱于人伦道德之外的现象 能有资格被称为出生 那我们确实是秦属 说到杜琳 我记得杜琳的力量很特殊 没错 正因如此 一件事发生在雪山 难免令人多想 例如 你们感觉到的视线和声音 优拉遇到的那个我 是那个吧 刚刚优拉他们在 这家伙用眼神示意我不要说 大概是怕加重你的嫌疑 我就没说 我们遇到的情况是 你进山洞之后不久就出来了 还说没抓到山洞里的人 接着 我们听到巴尼特求救 就去救他 那时你没跟上来 等我们再回去山洞口 反而遇到你来找我们 看来 那个就是冒充我的人 如果是冒充 那他学得很像 完全看不出是假的 完全看不出是假的 而且他跟我们分开之后 为什么失去袭击乔尔 或许 杜琳的力量会使人疯狂 但这也只是我粗略的猜测 冒充我的人 或是另一个假的我 那可是诅咒般的故事 不该由你们来承受 所以旅行者 没什么事的话 去回蒙德城去吧 接下来 我有很多事要忙 恐怕没法一直招待你们 对啊 我们也算雪山老手了 万一真有什么事 我们总不能留你一个人在山里处理问题呀 那样也太不够意思了 再说 你肯定不能把刚才那些话告诉其他蒙德人呀 沙唐和蒂玛乌斯 他们都还不知道你的秘密 对啊 这种时候就不要签歪了嘛 也好 那就麻烦你们了 我记得 你们要参加那个东林营 以此为由在雪山活动 的确是不错的理由 那就请你们照常参加冒险家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吧 顺便帮我打听一下相关线索 如果有人看见我 或是类似我的人 我们就把信息记录下来告诉你 嗯 就这么说定了 好 那我们分头搜集情吧 过几天到这个营地泡面吧 没问题 对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 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以自己的安危为最优先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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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